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要花 牡丹花 这些花还都在开着 薔薇花都在开着 那么宝玉过生日是个什么时间呢 他就是在一个假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前回说到啊 宫里的老太妃轰了 举国上下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好 他们假家也不能例外啊 于是假家就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呢 把原非省亲之前从苏州采买来的小戏子全都给解放了 怎么解放的呢 教习先生发点银子打发走了 这活不能干了 因为什么呢 不能再唱戏了 你家里续养的小戏班在家里边搞这个娱乐活动也是不行的 那么这些小戏子干什么呢 然后就征求他们意见吧 有的呢 愿意回家 跟他家里人再重新团聚买来的嘛 本来就是他们家里给卖出来的嘛 但是这样的人居少 大概前后只有四个 剩下呢 十二个小戏子嘛 剩下还有十 还有八个 这八个呢 都不愿意走 说 很心的爹娘 有卖我第一次的就有可能再卖我第二次 我回到家里还是把我卖了 有的就说那家里双亲都不在了 就是家里边这些亲戚啊 是吧 还是个卖 对不对 我回家干什么呀 都没拿我们当一个人 是吧 就给卖了 那回家有什么好处 不走了 在贾家待得挺好的 哎 这些人呢 这怎么办 在贾家待着 又不能唱戏了 那干什么呢 就发到各个房里边去做丫头 你看 尤氏也要走了一个 是吧 你看 给贾宝玉 方官给了贾宝玉嘛 是吧 那个偶官 蕊官 大花面 葵官 葵官给了史祥云嘛 是吧 这一个一个呢 都发到各个房里去做丫头 这些人呢 平时 因为学系 从小学系啊 没学过女工真旨 在这些小姐公子房里边做丫头呢 你必须会这些活啊 所以呢 有的就赶快去活 学这个女工真旨 但在宝玉房里这个方官呢 就比较得宠 人又激励 长得又漂亮 宝玉呢 又喜欢这些女孩子 所以她在宝玉房里边呢 就什么都不干 没受什么苦 就是听个差 伺候个这个宝玉 就好了 是吧 所以你看 在宝玉过生日的过程当中 还重点写了这个方官一笔 这第二件事呢 就是贾府上下 凡是有品贤的告命夫人 向贾母 邢夫人 王夫人 都要早出晚归 干什么呢 进宫去给老太妃守灵 再接着呢 就是出殡 发丧 这出殡这些有品觉的这些夫人 这些告命夫人 那全部都要陪着 都要去送病 是吧 这一送病 前后就要走一个多月 你看看 这大官员 这不就是没人管了吗 你看 贾母走了 王夫人走了 王熙凤身体不好 已经把这差事让探春这几个人给分担了 是吧 是只好从宁国府把游士请过来照管着 游士那还是一大家子人呢 也只能早出晚归 所以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那这边呢 只好委托薛姨妈 多费点心 薛姨妈她别的事管不了 家里边这些事情她管不着 那她干什么呢 就是照顾这些太太 这些小姐 这些公子 就是从宝玉啊 拆带香啊 这些人 那为了方便的干脆就搬到园子里来住了 好了 你看看 这个宝玉过生日就碰上这么大的事 按说 嘿嘿 你这个喝酒也好 行令也好 是吧 玩耍也好 那外人知道都是不得了的事 你看 这个作者曹雪芹呢 就把这个宝玉过生日这么欢乐的一件事情 放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是吧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按说不应该举办这种娱乐活动 但是 你看 这就是这个作者高明的地方 这就形成一个反差 你看看 家里边虽然没人管了 但是管的比平时还要严 谁管呢 像林芝孝家的这样的一些婆子们 这些管家们 这个时候就得打点十二分的精神 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啊 是吧 所以你看 宝玉他们是偷着摸着过生日啊 是吧 那尤其是晚上 那可不敢这个关起门来这个过生日 那这生日还得过呀 是吧 于是呢 这生日就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白天 第二部分是晚上 那么咱们先说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在哪过呢 是吧 园子里呢 这一天火石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少了嘛 都在外头 一个大厨房 张了就完了 那这个大厨房做好的东西呢 也可以到外边去吃 也可以送到园子里来吃 这是为了给宝玉过生日啊 所以呢 就赶快把这个柳家的找来 是谁找他来 探春 探春这时候做主嘛 当家嘛 探春就跟柳家的说 你这样子 这个今儿呢 我们要在园子里摆上几桌 是吧 我们这个是凑分子 过生日 给谁过呢 俩人 一个是宝玉 还有一个人 是平儿 你看看 平儿跟宝玉是同一天生日 同一天生日 哎呦 这柳家的一听 哎呦 这一个家里边男主子 一个是 哎 这宝玉 是个上上下下都知道 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还有一个平儿 平儿虽然是丫头 可是他这个丫头的身份 和一般的丫头可不懂 他等于是个副管家啊 他是王熙凤的左右手 王熙凤的钥匙都在他身上挂着 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像柳家的这样的人 还不赶快找机会给拍拍马屁吗 对不对 那赶快 好了 没问题 赶快置办 就把原子里的小厨房开了 开了赶快 赶快置办韭菜 这韭菜 这顿饭设在什么地方呢 是吧 设在什么地方 就选吧 原子里 好 就选了个好去处 这去处呢 叫韶药浦 好了 那咱们就说一说 这少要普在什么地方 一说大观园 仿佛所有读《红楼梦》的人 都熟悉的不得了 是吧 就好像 这个一看了孔一几 就想起这咸横酒店 那咸横酒店里的布置 几乎 闭起眼来一想 历历如在墓前 是吧 一想到这个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 他就想到 这个水破梁山的这个巨翼厅 对不对 他这个想到人和这个环境 都是分不开的 那么你想到 这些姐姐妹妹们 柴带香 宝玉这些人 都是在园子里住着的呀 是不是啊 那都是在园子里住着 这园子就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环境啊 就是人是离不开环境的呀 我们认识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故事 人和人之间的故事 都跟这些景点分不开 而他们自从大观园建成之后 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园子里呀 是吧 那细想一想 好像又糊涂了 每一个去处 要让读者具体指出他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会觉得一下子懵了 对呀 什么地方 比如说 咱们上一讲说到这个坠井阁 在什么地方 跟大观楼在一起 大观楼在什么地方 在园子最后头啊 所有图都是这样画的 是吧 你看北京大观园 上海大观园两个石井 也是这样画的 也是这样建的 对不对 但对不对呢 不对 咱们上一讲已经细说了 以后有机会 专门说大观园的时候 还要更进一步的论证 这些地方 那么 这一次 宝玉过生日 席设什么地方呢 设在红香浦 这红香浦在什么地方 是吧 红香浦在什么地方 这地方很重要啊 是吧 这地方你看看 第一顿喝完了酒之后 有一个人还喝醉了 醉了以后 哈哈 大家片寻不见 最后 在一个地方找到他了 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石凳子上 睡着了 嘴里边念念有词 还说着酒令 谁呢 史湘云 那么史湘云 头下枕着一个手绢包起来的 包的都是什么呢 花瓣 包的都是什么花瓣啊 勺要花 然后身上落的 地下落的是吧 全都是勺要花 然后这个蜜蜂也好 这个蝴蝶也好 围着他转 哎 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们一提到 红楼梦 是吧 一提到史湘云 就会想起史湘云 湘云棉勺 在勺要花丛当中睡了一觉 好了 那也就是说 红香浦 哎 是勺要圆 红香浦 在开这个 呃 宝玉在开这个生日宴会的时候 是勺要花盛开的季节 是吧 有些花都开落了嘛 落了一地 到处都是勺要花 好 这红香浦是这种地方 再具体的说 他左边右边前边后边 都是什么地方呢 他在园子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呢 这恐怕还有很多人不清楚 那么咱们为了把这个 这顿饭吃好 这顿酒喝好 这个酒令喝 醒好 还是要把这个红香浦的位置 先说说清楚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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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